美中国防部第十二次防务磋商 12月7日在北京举行 这是美国9月份宣布对台湾军售 以及美军加强在亚太地区部署后 中美军方的首次接触 外界分析 美国最近完成了争夺亚太主导权的 一系列战略部署之后 美中军方的紧张关系有所降温 减低了亚太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 这次美中防务磋商 由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弗洛努瓦 和中共军方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主持 主要是扩大两军共识 管控风险避免误判 德国之声指出 这一双边会谈如期举行 显示两国都对维持安全合作关系十分重视 过去美中防务磋商曾经多次 被中方以各种原因单方面取消过 英国BBC报道 美国副防长弗洛努瓦在会谈中再次强调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不是为了围堵中国 他指出 关于美中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 是完全错误的 近来 中共加速发展隐形战机 航空母舰等高端武器 海军舰艇多次穿越第一岛链 在南中国海 与菲律宾 越南等国频频发生主权争端 而美国的回应 则是宣布对台军售 外交政策重返亚洲 主张南中国海航行自由 与菲律宾 越南 韩国 日本等国联合军演 以及宣布在澳洲驻军等等 中美在亚太地区摩擦日益加深 因此 这次美中防务磋商 令外界关注 就在前一天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对海军官员发表讲话 要求加快推进海军 现代化转型建设 拓展深化军事斗争准备 针对中共领导层这一罕见的强硬言论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利特勒回应说 中国有权发展其军事力量 但美方希望北京当局在军事问题上能够透明 香港东方日报报道 长期关注中国海权领土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透露 近来解放军内部有一种声音 以海军能力不足作为中央在南海政策上软弱的解释 他认为胡锦涛的表态显示中共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 将由软弱无力变成软硬坚实 报道援引分析指出 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互动密切 一旦发生战事势必拖垮区内经济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向新唐人表示 南海却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 南海有点复杂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南海有许多的国家在那边交在一起 有可能就是中国跟某一个国家 比如中国跟越南就有那些火兵 中国跟菲律宾也有这些冲突 所以应该说南海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但是问题这个军事冲突是否能够上升到美国 直接卷入跟中国进行冲突的这么一个局面 美国副防长弗鲁瓦在7号的会谈上表示 明年对于美中关系来说将是意义重大的一年 因此两国在一系列中央问题上加强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这番话暗指两国明年都面临权力更迭 美国大选和中共十八大 夏明教授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中美都避免在亚太直接发生军事冲突 因为中国了他现在国内了要担心的问题实在是太多 我不认为美国跟中国了两国了都愿意了把这个危机了变成一种武装冲突 所以我觉得了就是说可能有小的火兵趋劲的或者就是小规模的这种冲突 但是不大会出现一种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战争 这种那个前景呢我觉得至少目前的还没有可能 时事评论员文昭指出 尽管独裁体制下 中共一直有可能利用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 但也会导致中共内部权力格局的变数 加剧政治经济社会危机 加速中共自身的崩溃 新唐人记者常春李元翰肖宇采访报道 主持人记者常春李元翰肖宇采访报道